第三點是最歷史的意義 因為在我看的紀錄上面寫 1935 年 這個文獻上面可以參考 也許不太正確 《金陵寺》中我們參數的改建是 1927 年 而且《金陵改足紀錄寫真帖》上 1931 年的出版 已經有它的照片 所以書裡面已經有建造物的照片 可見的那個幾乎是 1927 年的 1931 年 這個時候已經建成了 不是1931 所以是不是有機會把那個指定的理由 稍微更改一下 如果需要的話 我自己的文獻也會更改 那我覺得現在它是主機 現在這個理由我們也是指定的時候 都不夠清楚 要以後才研究 既然我們有那個非常精確的證據 是不是稍微改寫一下 好嗎 好 來 周銘 來 一起 好 來 請 請 第一個是今天的那個文獻 對前面 對前面判已輕刑的第三點 109年9月16號照片 那個日務詞應該是208年 請修改一下 然後我對於這個案子也是一樣 它在都市的文語上面非常重要 但是它都市的文語其實是 1900年的台北市的市區計畫 已經決定了那個新的馬路的方向 所以把這個房子夾成那個樣子 所以在那個這個時代上面的年代 對於第四條 講到那個都市文語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再請教一下 謝謝 好 來 請 來 說明 這個1930年是上次有委員提到 那 所有委員的那些資料如果更正確的話 我們先參考使用的部分 其他部分更詳細的資料 我想你都要做那個修正用計劃的時候 才叫做 順序還有連帶先照邱委員的聯繫來專家 另外那個判已輕刑的三四個屋子 對 應該是108年9月22號 我們可以修一下嗎 好 好 謝謝 剛剛那個邱委的意見 這個請按照邱委的意見來做修正 來做修正 好 各位若可以請來意見 我們來填這個今天的單子 好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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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夫楼的部分 建筑物为二层楼RC造 洗石子外墙 和小屋架 楼梯圆角 模石族配 户条族手 形式简洁 工法细致 立面以适当比例 呈现现代主义特色 二 果夫楼 新建于民国四四年 为政大在台副校初期之行政大楼 为纪念当年筹建委员成果副委名 有其历史意义 至西楼的部分建筑物为专与钢筋混凝土及屋顶屋架架之混合 构造双斜屋顶 与五零年代经济发展起步阶段运用中美合作基金完成 建物有时代性特征 二 中美合作经费兴建原为图书馆 为纪念罗嘉伦 智希 对当初创校之贡献而命名 另外三建物共同性的意见 果夫楼智希楼与四维堂合体 构成政大校园入口之意象 代表当年时局艰难条件下能能够达成高等教育之不错 有历史意义 其他补充资料 108年8月15号张爱小组会看照片 祥附建五文化资产价值徒步报告祥附建六 那这是地籍地形图 红色实现的位置为建物范围 蓝色虚线为保存范围 这是57年及107年的昂照图 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祥附建六 基本资料 请委员参考 价值分析的部分 本局108年10月9日召开 专业小组现场会刊 结论初步认定据文化资产价值 建议登陆为历史建筑 未来保存管理维护 依文化资产保存法规定 应有所有权人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维护 因此未来保存管理维护 请管理机关国立政治大学进行说明 四登陆范围之影响评估 管理机关国立政治大学去保存意愿 登陆后对现况使用尚无影响 你办 你请同意登陆文山区政治大学四维堂 国夫楼智西楼为历史建筑 四维堂名称国立政治大学四维堂 总类学校位置或地址台北市文山区指南都二段六四号 历史建筑及其定着土地范围之面积及地号 历史建筑本体为四维堂建筑本体 建物为政道段五小段二十八建号 建筑物坐落土地为政道段五小段九十一地号 登陆理由及法律依据 一建筑物外观为习私字 立面保理比例良好 内部为玉立混凝土结构之大跨具空间 具长年建筑技术之特色 二四维堂为民国四八年三十二周年孝庆若晨 为中美合作经费兴建 兼具体育活动礼堂等多种用途 三 果夫楼窒息楼与四维堂合体 构成政大校围入口的意向 布局达到情合上的严谨性 代表当年时局兼困下 能够达成高点教育 是不错有历史意义 三 符合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陆庇审查 及辅助办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二款 第一款第二款登陆基准 这是四维堂的先方照片 再来果夫楼的部份名称 国立政治大学果夫楼 种类 职校 位置或地址 一样是 我想一句紫南多个二串六四号 那令主土地范围及地号为 建物 政大段 五小段 二十五建号 坐落土地一样为政大段 五小段 九十一地号 登陆旅游及其法律地区 一 建筑物为二层楼RC棗 洗石外墙 和小物架 楼梯圆角模式自配木条扶手 形式简洁工法细致 地面以适当比例呈现现代主义之特色 二 果夫楼建于民国四十四年 为政大在台副校初期之行政大楼 为今年当年筹建委员成果夫为名 有其历史意义 三 果夫楼秩序楼与思维堂和地坑成 政大校围的入口印象 布局达到几何上的连阻性 代表当年时局坚困下 能够达成高点教育之不错 有历史意义 三 符合历史建筑 今年建筑等入审查 及辅助办法第二条 第一项第一款第二款登入基准 接下来是果夫楼的盛况照片 那知识楼的部分名称为 国立政治大学知识楼管类学校 位置或地址一样是 指南路二段六十四号 历史建筑及其定着土地范围面积及地号 建物为政大段五小段十三件号 建筑物座土地为九十一 政大段五小段九十一币号 登入理由及其法律依据 一 建筑物为专与钢筋和凝土 指名目的估价之混合构造 双弦污蔑 于50年代新建发展起步阶段 运用中美合作基金完成 建物有时代性特征 二 中美合作经费兴建原位图书馆 会纪念罗嘉伦之时 对创销贡献而命名 国夫楼之时罗与四位堂 一样是构成最大校园入口意向 部主达到集合项的严谨性 代表当年时局坚困下人 达到高等教育之不错 有历史意义 一样符合历史建筑 纪念建筑登入废纸审查 及辅助办法第二条第一项 第二项登入基准 接下来是智习楼的现况照片 本案提取分审议会审议 定一审议结益 结益代理后续 好 谢谢 趁大家收检报 来 请 主席各位大家早 我是政治大使代表 谢谢文化局长才做这么详劲的解释 所以这个简报部分 大部分人都略过不在最严 那我请就照片个地方再重说 好 好 好 结益大刚大概登层大 又大部分 那前四大部分大家刚刚跟他这个名说过 所以大家来照片来 好 中文字幕——YK 这张简报主要说明三弄建幕的位置 这大校园口在这里 然后火箍、窒息、四维棠 这是我们指纵提报的三大建物 它整个已经造出一个校园的入口以下 这是建物的基本资料 刚刚我话题也说明过了 下一页 这是现在的四维棠 当时的空间大会考的照片 下一页 这张图片明显记载是中美合作的经营馆 下一页 这是现在的四维棠 下一页 智西楼是取自于文教仁先生之次所命的 下一页 这是四十年代的智西楼 当时是图书馆使用 下一页 这张照片也是说明了图书馆所承载的美元 拖款金钱的借户 下一页 这张照片主要是在民国八十八年智西楼要整搜的时候 当时总共出题了四个建议 一个是旧屋重建 一个是拆除原型重建 一个是拆除新建大楼的方式办理 另外一个是拆除保留绿地 那当时校方其实就已经充分了解智西楼的律史价值 所以以政建代替重建保留其律史意义 这是当时的建文 下一页 果夫楼 果夫楼主要是民国四十六年完成 是当时是做行政大楼使用 下一页 果夫楼的命名是在民国五十年的时候 校友会提议 校园一动兼募移 经果夫先生做纪念 所以当时经过行政会议通过之后 以当时的行政大楼命名为果夫楼使用 这是当时的书信 下一页 这是果夫楼的现化 下一页 保存范围建议 基于甘洞建物与周边基地的整体性 本校建议基地范围是四维堂 果夫楼与智西楼旁边的水沟围建 包含甘洞建物的灰色地下温面 基地面积大概是六千平方分 下一页 再利用计划构想 四维堂本校目前维持至目前使用方式 作为大型集会与展演场地使用 未来将改善现由古台、后台及探台空间及移民设备 配合决程的规划 提供师生律师的场地及台北市民的展演空间 至于佛夫楼和智西楼 原则规划为本校教师以及保分学人、客座教授等 人留空间 下页 这三众建物在建物特色与历史上见证了高等教育 在台北校的历史文迹 政大的成长 承载着校友及全校师生的期待 根据教育传承的意义 后续萧刚将依据再利用计划构想 恳请市府经费支援 使政大能善定管理而顾及的 营造更多政大师生的基益 并与势力共享 让历史建物更简价值 主向简单报道 谢谢 好 谢谢政大的一个简报 我想我们肯定 学校主动的把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 能够来提报 好 非常感谢 好 请各位来个来一件 有没有要提问 好 去 来一件 这个 四国一楼 这边请 这边请 OK 来一件 这个 登物里楼 下一个楼 加一个正大 民火四十八年正大三十二周年校圈 会比较恰恰恰 对 然后 这个构造 好像在四维罗这边没有提到 是不是地上 也是地上两层 也是地上两层 所以这个地方建议加一下 构造为钢筋分离组 那其他的两栋 有提到 它是建筑物为砖 与钢筋分离组 及屋顶木架的分离构造 基本上它是 屋顶是这样 没错 但是呢 它的构造 我们还是 不用把砖放进来 因为它登幕的也就是 钢筋分离组构造 那砖是因为它的墙面 所以如果要 写构造的话 就是建筑物为钢筋分离组构造 那么外墙为契章 这样的我会去下